Nein Nein danke Nein Nein 大家好,欢迎收看RandTV 这集今天咱们讲的内容是 为什么在德国用德语直接说 Nein,直接拒绝德国人 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这样的话,那德国人会对你 又产生一种什么的印象 Leggen wir los 大家肯定会觉得 因为是亚洲文化嘛 大家肯定会觉得,在德国 尤其是在外国,跟外国人对接的时候 更礼貌一点更好,所以不太 喜欢直接拒绝对方 这个在文化 亚洲的文化,不管是 中国、韩国、日本的亚洲的文化 都会这样讲的,就是不那么 喜欢直接拒绝对方 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冲突 这样的话可能让对方感觉不太舒服 自己感觉也不那么舒服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的话 一般会用一种更礼貌的方式 非直接的方式来 表达一下自己 其实是拒绝的方式 比如说包含到 行啊,但是好像不太合适 或者 今天不怎么样 但是下次也许会更好 或者今天可惜已经不行了 也许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 这样的表达的方式 就是在亚洲文化上中的话是可以用的 但是在德国的文化 或者跟欧洲的文化 欧美文化,尤其是跟德国人对接的时候 如果这样做的话,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为什么呢? 德国人,大家肯定知道 德国人的文化是非常直接的文化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德国人不会 get到你的意思 德国人的思维模式非常简单 如果你说呀,他知道的是呀 如果你说nine 他理解的就是nine 但如果你跟他说 嗯,我要考虑一下 嗯,也许下一次 德国人理解的就是 哦,我要考虑一些 哦,他会考虑一下 哦,他可能下次会更有时间的 所以下次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如果你这时候再不会拒绝对方的话 那你,这个 这这这这这盘游戏还会继续的玩下去的 会耽误你许多时间 也会耽误德国人的许多时间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德国人对你的印象是 哇,这个人真的是一位软蛋呀 连有足够的勇气 跟我说一句nine直接的拒绝我都不敢 这是什么人呀 这样做的话 多次的话 德国人反而会觉得 你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位人 不讲理义 不讲理义的一位 非常性格就非常软弱的 他会很不喜欢和你接下去再相处 甚至他会跟你身边 或者跟他身边旁边的朋友会说到 啊,这位亚洲人真的不行 他连直接跟我拒绝都不觉得 这是什么人啊 他到底怎么样啊 他做人的方式是 为什么这么不礼貌啊 道指不仅他对你的印象差了 他身边的人对你的印象也同样差了 或者事情如果往更大的一个方面来 就是更大的一个框架来讲的话 他或者这些人会对中国人 对亚洲文化的产生一种偏见 尤其是让他们跟亚洲的文化接触没有这么久 他们会觉得 哇,亚洲文化人都是这样吗 都不能跟他们谈 特么快的谈事情 动不动就 委屈的这样 啊,说一说 这样弄弄弄,缩一缩 但是不能跟直接的拒绝 如果你是女生那还好一些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必须得需要拒绝 如果你是男生而且都不习惯或者不喜欢 或者不敢拒绝的话 德国人会觉得你太软淡了 不够男人了 这个是普遍的德国人会对你的看法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是这样的 那你怎么能拒绝呢 拒绝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说 Nein Nein, ich möchte nicht Nein, danke Nein, ich will nicht Nein, das mag ich nicht 就直接这样说 这样说的话 德国人会get到你的意思 这样说的话 当然会有一定的冲突 但是德国人这方面的话 你这样说他会更看重你的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在德国的长期生活的话 必须得对这边他们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毕竟你生活在德国 你想跟德国人长期的相处 在这边读书毕业 也需要跟教授对接 也需要跟都门对接 身边的德国朋友们对接 工作的时候需要跟上司对接 同事对接等等等等等等的 所以这时候他们会看重你 对德国文化了解 全面的了解 其中的一点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说 学会怎么能够直接拒绝对方 So 问题其实很难 我知道障碍也很大 因为从亚洲的文化过来 就觉得这样拒绝不太好意思吧 会不会就是太冒犯别人了 太不尊重别人了 这样直接会让他那边感觉反而不舒服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德国人邀请我的party 去他们的时候 我就不太敢直接拒绝 我觉得这样拒绝的话 可能会伤他那边的自尊心 或者可能会让他觉得 我这边不够意思 之后会不会再跟我一起做吉他的活动了 我是这样觉得 对 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和更多更多的德国人对接 尤其是在大街上和陌生的德国人对接 你也看到过我的视频 你知道我是可以的 更多的德国人陌生的德国人 或者采访德国人跟这边的朋友们等等等等的对接之后 我发现了 原来是真的得学好这点的 如果你想更详细的学好怎么能用礼貌的方式直接拒绝对方 当然这个也是跟这个context有关 跟具体的事情有关 如果想更好的了解这一点 更好的了解德国的文化 或者你说我既有这个障碍 我知道我必须得说9 这有亚洲同学们反馈给果果 是中国的韩国的日本的都说 我真的非常想说9 但是我就不敢说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这口话 我也知道这样会导致两边的关系不太好 不太顺利 但是我就是不敢说 如果你有这种心理的障碍或者有这种困扰 或者不知道德国这边的文化该怎么对待它 除了9以外 哪方面的话能更好和德国人对接 而且你的目标是 目标是长期在德国生活跟德国人打交道 不管在这边是读书还是毕业里 或者在这边长期工作成家 或者在这边做生意开发德国的客户 跟德国人这边有更多的更密切的一些沟通 如果你想在这方面上 而且提高你的德语水平 对于表达能力 能够不解释 能够了解德国文化 能够更直接的表达出来 你想要什么 你不想要什么 直接拒绝 加上可以能够和德国人对接 认识好多新的陌生的德国朋友 对 在目前的特殊的2020年的特殊的情况之后 也可以认识的 因为学员们已经都证明了 这是在很短时间之内 可以认识新的德国朋友的 如果你对此 或者对其中的一点感兴趣的话 那请你在 你知道的 RAN TV 点击 报名 免费咨询 请你详细的读一下这篇网页里面的一些介绍 因为你得需要符合某些条件之后的话 你才适合参加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是一个综合培训课程 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 让你能够掌握好德语 掌握好德国文化 能够学会怎么能主动的 抓住任何的机会 日常生活当中 网上的任何机会和德国人对接 认识德国朋友 新认识的德国朋友 然后融入他们的生活 融入这边的社会 长期在德国能生活好 能够幸福 如果您的关系 请请订阅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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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ee you next time Ciao